这是纸,老土啊 您给演示一个北京烤鸭怎么吃 得了您的 北京轰庙这边吃个饭 紫光院进去看看 这大烤鸭真费事 紫光院北年明季出行 穿成地道景位 是不是这只烤鸭的多少钱呀 多少钱 158吧 258 158 158 真费事 北京烤鸭 吃饭的人不少 1912年明国初期 艾家炒鸭是独特小吃 这是北京正宗的炒鸭的吗 绝对是 绝对是 老北京人说的 百年老子 百年老子 炒鸭的22份 牛虾仁牛肉三鲜 素炒鸭的19份 特别人 不行 我吃烤鸭不还是 刚才一人烤鸭好吃 烤鸭来了 你看这烤鸭里面有蒜汁 开吃开吃 尝尝北京的烤鸭 一份肉 两份肉 鸭夹子打包了 今天真是特别想吃烤鸭 正宗的烤鸭 正宗的烤鸭 你给演示一个北京烤鸭怎么吃 得了您的 来 这么着 先把这个蘸一下 往上一抹 来 抹完以后 跟你前面蘸多一勺 少一点 多一点的 往上一搁 来以后呢 把这葱丝 来 要来一点 跟你您的口味 喜欢不卷吃 再来点这个葱鸭 葱鸭条 有那什么呢 都吃没了 都吃没了 这么一卷 这么一卷 卷完一块底下 稍微它行不行 就开吃了啊 开吃了啊 开吃了啊 小哥你卷好了吗 嗯 好了 不吃了 哎呦 外焦里面真地道 真的 真是 这是纸 这是纸 哎呀 老土啊 哈哈 我好弄了 就咱们了 不是咱们 嘿 你吃过这个都 我也没吃过去吗 我老看你发 你老看我发 我也没吃过北京烤鸭的 好嘞 是这么吃吗 不知道 这小猴王你们 哈哈哈哈 反正我是卷上了 吃着啊 先前吃烤鸭行吗 先别说别人了 这么多烤鸭还不吃 不是 本人烤鸭是适合的啊 放假哈 三三假的 三十六三只 在这一百五十八一只 撞不了肉 一套 他这里面有蒜头 还挺好吃 有挂天味 老羊 对 北京烤鸭 北京烤鸡 男깑 还没有 好